好,回到你了,六月三十號的聲儀紅鐘 即是我們現在這邊,香港沒有格子 我們這邊先開始了,但是我想說 等一下,現在聲音夠大了嗎? 剛才應該差點忘記了一件事 因為我們今早才錄完這個聲儀紅鐘 聲音會小一點,現在回來了 因為隔壁台聲儀紅鐘還未開始 所以我們先開始了 但是我們今天只有一節 但不用擔心,內容不會重疊 但是今天是六月三十號 六月三十號,即是七月一號之前的最後一天 通常我就說,七月一號,現在有一個新的意義 就不是什麼七一,什麼回歸紀念,什麼什麼什麼 還是七一大遊行 這個是2019年之前,就是我們對七一的一個意義 但是自從2020年開始,七一已經賦予了 為香港賦予了新的意義 就是國安法立法 國安法立法之後,尤其是在25年 即是25周年裡面立法 香港的一國兩制過了一半 香港自從此之後 我們以前熟悉的香港就已經死了 但是香港人其實是未死的 我們等一下會再說 這也是我們一國兩制夢醒之後 香港的抗爭才是真正的開始 我估計是 我們看到今天就是六月三十號 以往,去年,前年,去年我最害怕的就是 因為七月一號,就是所謂新的意義的意思 就是國安法立法周年紀念 一到國安法周年紀念 你知道共產黨就很迷信 即是迷信 雖然他們說無神論者,但是很迷信 總之,國安法立了幾一年 第一年,我一定要清除 眼中釘就是蘋果日報 總之我在一周年之前 我要收蘋果皮 二周年收立場皮 第三周年收哪個皮 即是今年這樣計 去年收立場皮之後 我最害怕的是那個時候 就會搞到阿鍾Sir 所以我就落了很多嘴頭 叫他快點離開 因為當時也有很大的包袱 他就是怕自己好像在做逃兵 這個問題我跟他反覆討論過 當然我也嘗試過 待入他的角度去想 因為這些同樣的心理包袱 大家都有過 但今年雖然你看到國安法 未至於磨刀霍霍去找人收皮 但你看到鄧炳強和李家超 那種經常疑神疑鬼發惡夢 那種突然間很暗暗沉沉 變成軟對抗 是不是你 特別一指 那個死小子 眼睛睛睛是不是軟對抗 是不是 看看自己在賓州 軟對抗 是 瘋的 現在你去香港 街頭上 外面你又怕那些大刀匯 那些白卡大刀匯 但根據李家超的說法 他是不在乎的 什麼叫不在乎 就是當有人問他 國際大刀匯多人砍人 他就說偶打案件未見明顯上升 偶打案件 不是大刀匯 你還未回答大刀匯的問題 他自己又拿著 國安法大刀匯 國安法當一把刀 周圍砍人 像是瘋狂 連犯法的紅線都不夠 還要管你 即是我們玩年步舞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你也咬到 不是 你是不是軟對抗 你這樣也規避到 我紅線壓到這麼低 你都搞得怎樣 是不是軟對抗 什麼瘋狂 總之是 現在這個所謂國安法 這個癌細胞 他把這把電影亂劈 你現在已經去到 立場新聞 你怎樣去 即是寫那個 陳詞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喂 那個簡直是窮途秘現 他連這個立場新聞 是公信力第二 他都說得出 都要 我說要清算他 這樣都說得出的時候 在這個階段 他已經不怕告訴你 我就是與民為敵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說 你從頭到尾 立場新聞 就是一個被香港人抬氣的網媒 所以我才動 替天行道 他是這樣的 他一方面 他承認立場新聞 是公信力第二 蘋果日報是公信力第一 他是引述中文大學的民調 但還要忍錯 因為當年 其實在鬧TV 是 但他這樣說 他的心態就是告訴你 就算是公信力第一 我也不怕你 現在是瘋了 喪心病狂 你看到五姑娘所謂的說話 今年到國安法三周年 有哪些人會變成祭品呢 慶幸香港的朋友 沒有大案在這個禮拜裏發生 我看到上星期有一個六十幾歲的 一個 六十三歲 一個長者 即是商人 因為網上先報 這樣就被捕 這個我們詳情不太知道 但我們看到 雖然今年不拘捕人也好 你看到6月30日不約而同 都是有兩個組織 或者是舖體也好 都是他們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即是我們現在 是不是國安法 就等於告訴你 就等於失去 有國安法 我們就要漸漸學會 失去一些東西 那今天呢 就是我們見到Chicky Duck 第一就是Chicky Duck 其實他經營不了下去 因為最後一間店 最後一間店 就在銅鑼灣那邊 他們原本有百多個員工 我看到阿周小龍很感慨 在那裡蓋炭 我們有百多個員工 即是全香港有幾多間分店 都很多 其實 那時候 開到去東東匯城都有 我記得是 是的 其實很多 現在呢 總之現在呢 就是搞到最後這一間店 而這一間店 也是因為業主不肯續約 令到他做不到下去 甚至乎他是連大陸 即是他的廠房在大陸 一開始大陸廠房 已經被人搞緊了 那時候 他很生氣 那時候 那時候 33年了 這一間店 即是這個品牌 本地品牌 即是你說如果是 時裝品牌本地的話 那其實真的不多 真的 阿周小龍 以前就是Aspirit 是嗎 阿周小龍說 是他離開了Aspirit 然後 大概200幾年 那時候 那時候 覺得自己 儲夠錢 想買一個品牌回來經營 就選了Chikid 經營了二十幾年 有些品牌都是買回來經營 即是Tommy 我記得是Tommy 就被李鋒買了 我記得是 你見到幾多人 其實都好像一個 Outlet的形式去經營 即是最後一間店 就好像Outlet的形式去經營 即是不是很方便 但你見到今天 其實那些人都排了上去 好像樓上書店 排了隊 走去懲罰 你知道今時今日 即是Chikid 不斷被黨媒點名 即是周小龍 被人點名 你香港人 都依然 他這麼踴躍 就是去懲罰他 即是你見到 即是香港人 未至於 是被國安法 順化到 即是 會是 即是 你說怎樣就怎樣 你說害怕就害怕 然後叫你自己 即是自訂 你今時今日 穿Chikida 會不會 即是被警察鬥 即是 我想可能會有人這樣想 但 但又 有一件幾好笑的事情 就是 不知今天 就是在那些 報室群組 那裡 有人 就把那個 香港加油 的鑰匙 靠一條鑰匙 就說 我不知道 室主是誰 我就交去西環警署 那邊 結果下面的留言 就好笑到 綠地 就說 你不要這樣害人 看看 周小龍 我剛才嘗試過聯絡他 但是 可能太趕 我們開麥克風前 沒多久 就聯絡他 未見他回覆 我們先說 他今天也接受了 WeNews的訪問 他就說 很感慨 他又說 你有否後悔 其實這四年來 其實是整四年 由四年前 因為反送中 他站出來 他支援聲援 未說到支援聲援 即是香港的年輕人 甚至乎 在自己的店裡 都放了很多 即是一些 一些文宣 香港民主女神 是的 他直接托了一塊 是的 我記得在荃灣店 那個應該是最多文宣 荃灣店 我也見過 我記得在荃灣店門口 還貼了他的金句 就是說 白色恐怖 我當他沒有到 這樣 這是在國安法之後貼的 這對這樣的標語 不知道 好像還要找一些 相框 框起來 框起來 其實是很大膽 很勇敢 真的 那時候 依然去放很多 這些文宣 還有我記得他在荃灣店 他的店面 他的招牌 那個位置 他貼了很多蘋果 嗯 是嗎 即是叫做 表示 聲援蘋果日報 嗯 是嗎 然後 Renews 就訪問他 你有沒有後悔 你曾經何時 你起碼都33年了 這個本地品牌 剛剛周小林正在回覆 他在排隊拿著 我先回覆 哦 是呀 33年 實際上他經營了 我想接近20年了 是呀 始終都是他一番心血來的 ok ok 好 那我跟他講一聲 他自己就講 就是 他走出來之後 令到一百個人失業 那你說有沒有後悔 那你說 你讓我走多一次 我也是這樣走的啦 那就是因為 我也會知道 今天呢 結果是這樣的 但是 你叫我 去給一個建議 給一個 香港的小商人 中小企 我一定不會 叫他像我這樣做 那就是叫他死 哈哈 不是呀 我想他真的是最後一個 其實是 那周小龍 我有時都見他 在facebook裡面的留言 他講起自己的鋪 他亦都說 這個政治迫害 亦都是非常之明顯的 是 但是他說 你作為一個老闆 那你怎樣都要試一試 這個言論自由的天花板 然後就 是啊 如果不是 大哥 你總有些生意 你要宣傳假 就是我 我見過他 他有一些 比較感慨的留言 其實你整個過程 不容易熬的 你現在說得輕鬆 因為去到最後一步 但是你在兩年裏面 包括你去年 離開了香港之後 其實有很多員工 你都頂住香港的生意 譬如你說 雙譜不續約 國安怎樣搜捕 內地廠房 怎樣受壓 不可以出貨 一步一步 將絕傑德 推向死亡 他自己都這樣說 那就無謂繼續掙扎 有很多人 就跟他說 周生多謝你犧牲 那麼他就會立刻 這樣否定他 他說自己在55歲的時候 覺醒 現在已經是59歲了 他定期出來 當時絕對不是以一個自焚者的心態 他是想著會成功的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例子 鼓勵多些中小企出來發聲 我覺得他真的有這樣的感染力 如果你說作為他的界別來說 真的不要以為自己不是抗爭者 而以為自己是做不到一些貢獻 你起碼在黃色經濟圈那裡 其實他做到一個示範作用 他亦都是 我想這樣說 當權者最看不順眼的 那樣東西 他是為了很多人壯膽 當他為了很多人壯膽 而自己沒事的時候 這個是共產黨 是最看不順眼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中小企老闆 很多時候 他的環境應該是怕人怕痛才是 尤其是你做TESTER 你做TESTER 你做仿織品 其實是很難搞的 因為你始終有廠在大陸 你有生意在大陸 就是你對香港政府 對大陸政府幾不滿意都好 你只能夠 夜蘭人證的時候 舉杯獨著 才夠膽去表現自我的 是 他就說 當年他有參選立法會 就是初選那一年 只不過現在拘捕的 全部都是參與初選的人士 就是他自己 就是出來選功能組別 而他就說 幸好還沒搞到功能組別 他就沒事 你至於 他現在 他認為自己的經歷 反映了政權和大商家的態度 與其被人感謝的話 不如希望 他的例子可以作為後來者的參考 今時今日 叫做靜靜雞 都要生存到 身邊的人跟你賺錢 才可以鬥下去 但由他站出來那一刻 周小林已經失去了 那個低調的選項 又或者他自己的性格 就令到他拒絕沉默 我認識他 雖然我不是說 我只是 和他吃飯吃了一次 他是一個感愛感恨的人 甚至乎 我經常覺得他 他有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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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感愛感恨的人 補充一下 周小龍當年 是想選 這個 體育及文化 出版界 挑戰霍啟剛 是 這個就是難得 其實你站出來 去挑戰霍啟剛 你怎知道自己 會不會被人搞 他當年說 他網球總會主席 但是見到霍家 這樣腐敗下去 他自己本身 已經忍了很久 OK 不是很多人這樣 很多人做商人 那些人 每個人都是長袖善武 然後就要 八面玲珑 不敢得罪人 好像他這麼有靈覺 想做一些事情的人 真的非常之少 我覺得他的貢獻在這裏 他就說 由他的性格 令到他拒絕沉默 2021年5月 即是我離開之前的兩個月 幾十個警察和國安警 搜查Chiki德的全灣分店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間 他說自己非常之憤怒 當時想著 在民主女神像那裏 結果最後那些員工勸了他 國安就是拘捕你 那員工有沒有怪責你 他很體諒 我不覺得 我這班人士 會不同意我支持民意 支持香港人 他這樣說 你可以說他一面支持 但是又不是 我見到 這個Ween News 又對回口供 真的找回他的員工 出來做訪問 譬如這個 六份之一 最後六個裏面其中一個 就說 謝小姐說 其實第一天已經知道他的意向 亦都願意留下 我願意留下 我作為員工也願意留下 就是走到最後一刻 我覺得同事們的理念是相似的 至於他覺得要自責 我覺得不需要 我覺得這個 你說是否後悔 周小龍說了沒有後悔 但是有沒有遺憾 我覺得如果有員工 一個這麼體諒 甚至乎 是承認理念相近的人 這個就是人生得一知己 死而無憾 現在還未至於死 但是我覺得 周小龍看到之後 其實我想問一下他 其實你 什麼感覺 什麼感受 我希望他現在正在聽我們的直播 因為剛剛他回覆了我 他說在排隊拿藥 那我就不煩他 這樣 其實現在去到這一刻 他都 這個Chikidu 他都 已經完結了 之後怎樣呢 他自己都說 他來到英國之後 他自己說自己好運 因為他看著身邊 其實很多人 你說他會不會 在英國 變成了一個 幸存者的叫 是嗎 幸存者 即是 罪咎感 罪咎感 也未至於 但是 他自己說 他自己是比較 幸運 是嗎 因為他身邊很多朋友 譬如你說 周恆彤 現在坐在裡面 還有戴耀廷 這些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會跟他一起吃飯 那時候 就會跟戴耀廷 周恆彤 周恆彤 和周冠威 一個月有個叫做 周氏午餐 大家都姓周 雖然寫法有些不同 周恆彤有些不同 在他中環的房間附近 就吃飯 原本 那時候還打算叫周家誠 誰知道 最後那個星期 周家誠 就被人拉進去 至於 他和Benny 戴耀廷 就特地選擇 Landmark咖啡 是沒有訂購的 我知道是誰 應該不是Starbuck 是不是Starbuck 即是Landmark 自地廣場 沒有印象 因為我沒去過 好像是Starbuck 我又不肯定 因為不會去Starbuck 那麼便宜 因為Starbuck 我們當是美心 都是藍店 在香港 我應該不會去 當然 這個我們剛才說了 在英國內有自己生活 但又未至於吃飯 就好像聚過 這樣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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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好運 就是未能拘捕到他 那至於 有沒有心理準備 就說不回香港呢 那樣 那樣 那他今年就59歲 算數的話 就差不多 那他自己就說很固執地 這樣覺得 不覺得自己 不能回香港 那現在 是和我們一樣 叫鬥場名 但是他自己呢 就不是移居 而是在英國做生意 找商機 香港沒有生意 沒有商機 那就Travel between 英國 美國 那樣 他說不叫定居 也都一直堅信 自己沒有案在身 只要有需要 就可以回香港 因為他原來 是一宗民事案的原告 他是一宗民事案的原告 他是要對方殺償 那樣 只不過對方 就跟法庭說 他現在潛逃 完成不了法律程序 他說 你這樣帶我 如果你真的開庭 我就回來 我真的不怕帶 我皮勝 你帶我 我就回來 這就是周小龍 這就是周小龍 至於他剛才提到過的 Platermanger 就是 Genevko 提過